拥挤的交通一直是各大城市难解的习题 北京现在尝试用磁伏列车来解敌 第一条中低速磁伏列车 在2017年年底已经正式营运了 时速80公里 走完全程大约10公里的距离 时间在15分钟左右 跟地铁差不了太多 但好处是行驶的噪音小 转弯半径小 地点的选择可以更加灵活 建造维修也比地铁来得省时省力 渴望成为大陆城市的主力规划 红白乡间车身缓缓开进月台 这是北京第一条自行研发的磁伏列车线 S1线 列车运行前方式 瞧步迎战 不管是外观还是车厢里 乍看跟台北捷律没什么差别 但把焦点放到它的脚上 中低速磁伏交通采用长导短电磁系统 电磁线圈设置在车辆转向架上 通电后于轨道上辐射的铝感硬板产生电磁力 被形容为贴地飞行 因为磁伏列车没有轮胎 动力全靠车厢底下的电磁铁 产生电磁吸力来推进 一般肉眼很难看出 但其实列车启动时会腾空轻微浮起 距离轨道0.8公分 应用领域跟地铁差不了多少 那究竟心在哪里好在哪里 负责研发的北京磁伏归类出五大项优势 其中乘客最容易感受到的 就是少了轮胎和铁轨 摩擦后产生的晃动感和噪音 挺好的 挺舒服的 你觉得会晃吗 有时候晃一点 启动的时候或者停的时候晃着 平常听完 根据研发单位实测数据 磁伏列车行驶时产生约60到70分贝的声音 相当于一般人正常交谈的音量 把矿泉水摆在座位上产生的波纹 看得出晃动幅度不大 另外也因为不靠轮胎驱动 也就没有摩擦力问题 磁伏列车的爬坡力 是一般轮轨列车的一倍 转弯半径更只有五分之一 因为它能爬坡 能拐弯 然后运行的造成也比较低 所以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选线就比较灵活 然后建设成本也会比较低 避免了隧道 避免了各种各样的拆迁 最小的转弯半径50公尺 可以轻易围绕一栋建筑物转弯 在楼宇间穿行 省去拆迁 补偿费和土地使用面积 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 造价相对较低 国内的话 目前有意向 要采用中低速磁伏这种交通的方式 目前的阶段大约有16到18个城市 国外大约有3到5个城市 S1线全长10.2公里 99%都是高价 全线一共8站 搭完全程大约15分钟左右 每公里造价在人民币2.5到3亿之间 比地铁每公里4到12亿人民币 便宜得多 欢迎乘坐长沙磁伏列车 列车运行前方 是本次列车终点站 磁伏机场站 不知北京 上海长沙磁伏列车 早就投入商业营运 但上海属于高速磁伏 用的是德制列车 可以标出430公里 定位和中低速磁伏不同 是城市和城市间的交通感线 风驰电车 日本磁伏新杆线飞奔在轨道上 创下603公里的惊人速度 快到连手机相机都无法对焦 不让日本专美于前 2014年在仁川完成磁伏线路的南韩 也喊出将研发 时速1000公里 近超音速的磁伏列车 不同于日韩发展由慢而快 大陆先拥有了全球唯一一条 商业营运的高速磁伏列车 进而成为第三个 掌握中低速磁伏制造技术的国家 预计五年内 进而成为第三个 掌握中低速磁伏制造技术的国家 预计五年内 提速到比台湾高铁快一倍的600公里 加入高速磁伏生产阵营 渴望开启下一个阶段的 城市运输规划新天章 TVH新闻综合报道